我是基隆發的我自己長大 其實原來是我在海老天長大的小孩子 所以小時候呢 就是我們最常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跳到水裡面 可是我小時候下去的時候 我的姿勢可能都是這樣下去 然後就找了一個一個牆壁 在牆壁搜尋這樣 在牆壁搜尋 我一直覺得我很厲害 然後後來呢 我就慢慢慢慢長大了 有一天開始我就發現說 我找東西叫長蛙 然後買了長蛙之後 我就買了之後 我就開始上了一下去 我發現這個東西太神了 就是我隨便踢個幾下 它就可以讓我的身度非常深 可是我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我的胸部長痛 然後我才發現說 喔原來我是耳朵會痛的那一種人 因為我以前都是就是這樣子做嘛 然後就是做 隨便亂做的一樣 可是當我開始買到長蛙之後 我先下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食物的時候 我才意識到這個問題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就是在我的概念裡面 是如果我覺得這東西不會 可是我又想要快速的得到答案的時候 最快就找一個人交易 然後我就開始上課 然後教練就給我一些就是 方法 然後我就從中間慢慢的學 那在這一個過程中就是 呃 教練首先給我的是就是 正確的知識跟方法 可是主要你要怎麼樣破關 解決這件事情還是要靠你自己的 對自己的自覺 請問就是現場的各位 你們對自己的 你閉上眼睛 你曾以對自己真摩 知覺嗎 於是那個時候就是 我就開始發揮 我就去分析去想這件事情 然後把自己的 呃 這一塊肌肉 把它找出來 當然我也有上網查 你們看了那些影片 那個法蘭索阿貝 法蘭索阿貝 你們一定很熟對不對 對 好然後我也是就是照了他 他一定叫你把嘴巴張開 然後叫你阿娥兒 然後試 然後試了半天就是 我還是找到 呵呵 對我還是找到 那後來就是我的方法 就是我一直告訴自己 運用這邊的這一塊肌肉 這邊的這一塊肌肉 然後想辦法就是 讓他往上頂 那我通常我在練的時候 就是閉著眼睛 告訴自己去找這塊肌肉 他其實在哪裡 一開始找不到 在我的卡關的 這三個月的過程中 我一直在找 吃飯的時候 會動一動 然後走路的時候有動 睡覺前也動 然後上廁所也動 滑手機的時候也動 幾乎每天自己想這件事情 我當天我就覺得我快崩潰了 對 然後有一點點他就 就變成長到 好 那所以就是這一件事 你就是 這個故事就是告訴你說 你靠練習 你是有幫忙想到的 其實他的這個 你在做法蘭索的時候 他做的他就是這個項目 那 你在動他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像是 就是把你的動作 往上關 他的動作真的很像 你在過敏的時候 你去燒他 你去燒他 你去燒你的紅紅內側 在你燒養他的同時的時候 我們把你的 你直接起來 你去動他 就會有感覺 所以你也是要動你的 紅紅紅的這一種移層 好 除此之外呢 在你做的時候 我們做這個動作時候 如果你頭弄得不是正確的話 我們用力的時候 你不要去想說 我把他往上彈 只要你的用力是正確的 他就是往上瘦 所以你可以看 我是屬於就是 瘦型的這種教練 我是屬於有 雙下大這種教練 可是當我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他是往上瘦的 好 你看 有沒有看到 五百雙下大 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他的這個點 是往上頂 他是往上瘦的 對 我必須想說 我覺得這是一款脊肉 我們人 比如說你平常你在工作的時候 你什麼時候約到誰發起碼 幾乎沒有 所以你不會用他 所以你在看你在看 我可以平常工作一下 就這樣這麼快 對 我這個正式練了 所以你們回去的時候 就是要把它練到 他可以很強重的 長重重的 你要有辦法 把你的身體的下二最快 當成一個最快的肌肉 然後去動那一塊肌肉 那甚至有一些女生 他四身沒有動過這塊肌肉 有一些女生他連這樣子 啊 你這個閃心 你的這個 這個表情 有沒有 把這塊肉這樣撐開來 他指針他都沒有動過 所以首先 你要把你這塊肌肉 誇張 你去把他找出來 所以他肌肉去哪 在哪裡 然後再慢慢的去找他 去去用他的力氣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找 這個東西不是你沒事就說 那個教練我們到水裡去 你一定能得到 首先你要在附地上 你都你正了 你都找得到他 你到水裡倒著 你才找得到他 那 剛剛也有人說 他天生是 由耳道一邊比較小窄 一邊比較 狂 對不對 有沒有人有這個 就是每次都阻塞阻力邊的 有沒有 你知道嗎 對 我要跟你說 就是其實我是真的一邊的耳道 是不是比較狂窄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 在玩水的時候 我這隻耳朵我大概沒過 你有沒有聽到耳朵都發霉嗎 也不是嗎 對 就是有一天呢 我小時候會去玩水 大概也是二十出口的時候 然後我現在已經三十幾歲 然後呢 就是有一天我過去很痛 然後去給醫生看 然後醫生就從我的耳朵 就夾很多麵菌出來 然後他就說 他在夾的時候他很痛 因為當時我的耳道很彎曲 他看不到裡面 那你就是因為我的耳道 這一隻比較彎曲 比較狹窄 所以當你有水在裡面的時候 他就輸不來 然後久了久了久了 就是98米 對 好所以我這隻也是天生耳道舞台 所以當我在練習平安的時候 以前一開始的時候 每次都這一隻先痛 然後這一隻都痛不了 這時候怎麼辦 很簡單 多加壓兩秒鐘 持續的加壓兩三秒 然後慢慢的增強他的力道去使 就是你們現在做都 都不是這樣做一下就放掉 做一下就放掉 如果不是 我就打過去之後 打過去 然後加一點力道 就通了 然後久了久之 就越做就越順 越做就越順 然後就不用這麼辛苦了 有感覺嗎 有感覺 然後呢 你在頂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 就是你頂的時候 你慢慢頂的時候 有一點出不太來 你可以在你的頭頭的深處 大概三分 比如說就是你的嘴巴 大概在這邊 彈一點點的空氣 讓氣點氣把它頂出來 平放 因為重點不是你的舌頭 重點是你的下額 重點不是舌頭 就是你不要放錯重點 重點是在這裡 這一塊 就動它會不會長 因為我好龍常常會很癢 所以你只能去 對 可能是我有養狗 比較常吃狗 我都會養狗 只要養狗才可以學會 只要去養一隻狗 那養流浪狗 好 好